狮子与猎狗这对冤家在非洲的恩怨已经交织了无数年之久 他们互相抢夺食物并伺机除掉对方阵营的幼崽 在正常条件下三只成年的猎狗就可以对落单的此尸造成十足的威胁 而今天这位主角在面对十二条非洲二哥的围堵之下 依旧能依靠自身强大的实力取得胜利 故事发生在刘瓦平原 而她的名字被大家称作刘瓦夫人 20世纪90年代这个时段应该是非洲狮子的至爱时刻 大量的偷猎和非法狩猎使得狮子的种群数量在急速下降 其行为无比猖獗 导致当时赞比亚刘瓦平原上仅存一头此尸 她便是刘瓦夫人 在人类的肆意破坏下她失去了全部的同伴 作为一种一直以来都是群居生活的动物 刘瓦夫人完全已经活成了一头老虎的样子 她威猛强大 捕猎技巧出类拔萃 在独自生活的数年中完全依靠自己 很多人把她和老虎女王马其利相提并论 可狮王影是想说的事 相对于狮子而言 她可能并不喜欢孤独的滋味 狮子无法理解 为什么自己所有的同类全部消失 可再也无法看到它们的原因 但每次看到纪录员她都会兴奋地对拍摄者示好 她会卷起身体把脆弱的腹部朝向上面 那感觉就像我们自己饲养的虫 就算是人类导致了她今日的形单影制 她依旧固执且单纯地相信着它们 也许是因为她太孤独了吧 眼前的刘瓦夫人十分可爱 没有丝毫顶端掠视动物的杀气 可到了生存战场 她却是能自己对峙十二条猎狗的王者存在 叶瑟永远是捕食者最喜欢的掩护 孤身一尸的刘瓦夫人 正在极为小心地接近她本次狩猎的目标 一头脚马 奔跑起来的成年瓷尸那身影强壮的几乎像是雄狮一般 她浑身的肌肉都在膨胀 这就是刘瓦夫人的实力 脚马也不算小型的猎物 体格大概相当于半大的非洲水牛 但刘瓦夫人的身材简直跟这种大体型的食草动物也相差无几 在绝对的力量和娴熟的技巧面前 脚马没有反抗的能力 刘瓦很快就完成了这次狩猎 要知道瓷尸们大多数都依靠团队围堵猎物 或者在侧面吸引注意来提高狩猎的成功率 而刘瓦夫人已经完全摒弃了这些条件 她自己就是最尖锐的武器 可狩猎成功的刘瓦夫人还未来得极高兴 潜伏在暗处的猎狗们早就对她刚刚捕到的每餐垂涎三尺 一场一对十二的战斗 从表面上来看几乎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猎狗们单兵作战能力本就不弱 何况是面对来势汹汹并且蓄谋已久的猎狗兵团 但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刘瓦夫人好像并不害怕这伙成群结队的强盗 无视了猎狗群的废角 她也不怕水 甚至直接在河水里奔向了这群对手们 其他的二哥看到刘瓦夫人离开 赶紧上去对着猎狐就是几口 被追击的猎狗则马上逃开 原来这是他们的策略 聪明的刘瓦夫人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她迅速地回到猎狐的周边 而正在禁食的非洲二哥们 几乎马上就被吓得魂飞魄散四处逃窜 这是一头瓷尸对十多条猎狗的统治力 猎狗本就不小 对比一下身材刘瓦夫人 真的是瓷尸中最强壮的那个 在食物的主人回归后 二哥们没有一条还敢上前吃上一口 刘瓦夫人有恃无恐 在其他地方猎狗和狮子是竞争对手 而在刘瓦平原 猎狗们貌似被打压得有点厉害 虽然他们的对手只有一头瓷尸 在摄影师发现刘瓦过后 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跟拍 没人会知道这头瓷尸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 经过了足够久的记录 摄影师们发现 无论是河水干枯草木凋零的旱景 滂沱泥泞不堪的语气 刘瓦夫人总能那么高效地获取到 他想捕获的猎物 他实在太厉害也太强了 对于动物来说捕猎或许是良性的循环 吃得更饱身体更壮 从而捕猎的机会则更加的大 刘瓦夫人已经完全克服了 生存和食物上所带来的压力 也经常可以看到猎狗们 想抢夺刘瓦夫人的食物 却被他追得满草原乱跑的场景 狮王尹是想 在非洲狮子本身就是食物链顶端的存在 花豹猎豹等等都是不足以和狮子比拼的 猎狗们或许是他无聊生活中唯一的娱乐项目 今年累月他的孤独早就不堪重负 就算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行单影直久了也会苦不堪言吧 所以刘瓦夫人才会在看到 车上结伴而行的拍摄者后产生强烈的冲动 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群体 对于他来说 有伙伴才是幸福的 一次刘瓦夫人在夜色中溜到了保护区的营地内 摄影师伯特恰好发现了他 不知为何伯特不怎么害怕他 四目相对了几秒 伯特转身回到营地内部 刘瓦夫人就这样一步步也进入了这里 她找到一处空旷的地方躺下 一头狮子和人类就这样共处 没有袭击没有枪响 甚至没有更多的声音 伯特说过事实上他们从未给刘瓦夫人 投喂过任何形式的食物和肉类 我相信刘瓦夫人本身也不缺食物 她喜欢来到营地 或许不像我上一篇作品《克里斯》一样 本身就亲近人类 我感觉她大概是心里的估计无法排解 而营地内恰巧有一种团队的氛围吧 刘瓦夫人再晚间过来 在清晨离开 伯特此刻或许成为了她的家人 她孤身一头瓷室没有领地 也没有家 她有的只是草原上 今年累月刮过的热风 看到这头内心受创的狮子刘瓦 不管是出于对野生环境的不救也好 还是对刘瓦夫人的孤独所感染也好 他们都决定为这头狮子 或者说为刘瓦平原的整个狮子肿群做点什么 刘瓦夫人已经孤独太久 所以这次他们准备给她找个伴侣 于是他们去到另一个平原找到了一头成年熊狮 打算经过麻醉后去车赶回刘瓦平原放生 但悲剧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麻醉的效果还未完全散去 工作人员就对这头熊狮进行了投喂 在麻醉的影响下 熊狮无法正常吞咽食物 导致她被淹死了 本来是来做包办婚姻上门女婿的 没想到落了个这样的结局 熊狮一秒钟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次工作组直接大手笔操作 一次性抓来了两头熊狮打算给刘瓦夫人当伴侣 而这次的结果又将会是如何 刘瓦夫人最终能否彻底地摆脱孤独呢 这个我们留到下期再说 大家可以多给《视网影视》点点赞 更新速度会更快 看狮子 我只看《视网影视》 赶导中 我们下期再见